欢迎来到文献的世界之宝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俄罗斯的音乐厅遭受到了恐攻 我们在第二个小时欧洲版的时候会为大家做出专题的报道 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美国的总统大选 为什么这才是长期的大趋势 一个改变世界的一场选举 如果以Bloomberg的标题 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持续的如此重视这场美国大选 他认为亚洲国家完全没有解决到川普的当选 很可能改变全世界 Bloomberg问说为什么亚洲应该敲响川普警报 亚洲各国的平静反映出一种危险的误判 也就是说亚洲国家对美国以及川普可能带来的改变完全不了解 其次G7现在已经决定 他们不要光是什么庆祝50周年 整个G7的主要领导者聚集在一起 最重要的大事就是为川普即将入主白宫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 而一个令人重要的关心的事情是美国比较富有的战后婴儿潮的人 最近出现了逃亡潮 他们开始移民了 移民到西班牙 移民到意大利葡萄牙 相对在欧洲 比较生活费不是太高 又很美丽的地方 但是目的不是因为他们要去欧洲 向往欧洲的天堂 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国家已经变得不宽容 为大家继续报道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 本周的重大事件 在本周对川普来讲 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被法院裁定要缴交4亿多美元的保证金 川普在银行的债性非常差 所以他的银行借不到钱 他在民间的债性也很差 有的人开玩笑说他借不到钱 因为川普过去最有名的就是借了钱不还钱 而且伪装破产 让银行拿不到钱 而这4亿多的保证金呢 是他在民事诈欺案里头被要求赔偿的钱 川普的刑事犯罪 很可能因为他当选了美国总统 得到了豁免权 而通通都抵消 可是他现在这4亿多的美金从哪里来 很可能他在纽约 因为这是纽约所做出来的裁定 他在纽约的很多财产也被查封 包括他所住的Trump Tower 而他现在说他要卖掉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 来赔偿这笔钱 这是对他的一个司法迫害 在本周川普有一些言论 那他上来语不惊人 他用了大屠杀这三个字 而他主要的理由呢 就是中国的电动车灯大举的入侵美国 到了美国以后 威胁了美国在底特律当地的很多的电动汽车等等 这当然引起争议但不会是重点 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 他认为川普的这些极性言论 正和拜登一步一步策划 如何使他不被欢迎的 或是他被攻击的某些政策 慢慢地减少人们对他的业务感完全不一样 但因为川普的支持者本身呢 是不是真的在乎他这些极性的言论 会不会因此减少对他的支持并不知道 可是拜登正想办法让一般的民众增加对他的支持 也就是提高拜登支持者的投票率 目前川普最严重的问题是 他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就是钱 他觉得他到处是钱 他还骗了银行四次 号称破产 但是事实上他有很多的钱 但他现在既要交司法的赔偿金之外 他的竞选经费也都是问题 他的竞选经费几乎都被拿来挪为 他的法律费用支出因为他有九十一项罪名 有好几个官司正在打 他目前穷极各种管道在筹措他的钱 在美国 one dollar one vote 你没有钱是不可能竞选的 所以他现在成立一个叫川普四十七委员会 计划在四月到五月的时刻 开始在佛罗里达州举办盛大的晚宴 希望为自己筹措相关的经费 美著名政治网站Politico说 这个星期对刚跨越政党提名门槛的川普来说 可能是最糟糕的一周 看似民调为否领先开出的漂亮早盘 却因自己引爆的一连串发言失误 及持续公开的财务黑洞 让他与拜登的二度对决 陷入了最艰难的开局 On the biggest primary day since Super Tuesday Donald Trump's grip on the GOP base on full display Thank you In Ohio,Trump's picked businessmanBernie Marino scoring a decisive victory in the Senate primary Defeating one Republican who had the endorsement of the governor And another who already hold statewide office 俄亥俄州初选原本被外界视为一场川普很难输的比赛 一个共和党候选人连两次轻松获胜的红州 主帅大可以让代理人自行发挥 川普却临时决定御驾清真 并在90分钟的造势演说中 用最煽动的言辞脱稿演出 川普强调自己所谓的屠杀血洗 单纯是指狡猾的拜登 自意开放中国电动汽车进口 形同屠杀美国汽车产业 但他把1月6号国会暴动事件中 遭逮捕或起诉者 拿来和加萨当地的以色列人质相比 又该如何解释 Please rise for the horribly and unfairly treated January 6th hostages He saluted during a rendition of the national anthem that was recorded by people in prison for what they did on January 6th Trump called those now serving prison sentences hostages and patriots 承认他会解释他们 最早他回到办公室 纽约时报说 川普从第一次竞选总统以来 就不断散播暴力讯息 2020大选失败 他虽然在遭起诉的刑事官司中 否认煽动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 却仍将他们描述为受迫害的爱国者 如今他在第三度问鼎白宫的竞选过程 话说得更直白 无论是商店扒手应该被枪决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秘利 最好被处死 敦促支持者追捕纽约总检察长詹乐霞 并公开警告 眼前四大刑事诉讼 要是有丝毫损害了他的选举推进 这个国家绝对会陷入混乱 他试图用一幅幅美国的末日愿景 来激发出支持者的凝聚力 这是他最擅长的手法 用一种狂欢结识颠覆道德的演说 拼凑出破坏稳定的言论 即使他不是希特勒 史达林或莫索里尼 修辞风格却如出一彻 那就是把对手变成笑话 拿笑当成武器来削弱某种势力 并用欢乐情绪掩盖威胁 制造仇恨 Jews will not replace us CNN说拜登在跨越提名门槛后 跑遍了几乎所有关键摇摆州 还致力斡旋加萨停火 但川普过去两星期 仅去了恶害恶州 主要原因是为了节省成本 多数时间他都待在海湖庄园 与潜在金主聚餐 演理接下来官司的对策 Tonight the pressure growing on Donald Trump As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Letitia James takes the first step toward seizing some of his assets If he can't meet Monday's deadline to post his $464 million bond James filing documents to lay the groundwork to take over his golf course in a large estate in Westchester County Trump's lawyers say he faces insurmountable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a bond 30 insurance companies have turned him down because he doesn't have enough cash and they won't accept his properties as collateral Trump says the Attorney General is trying to force him to sell his real estate at fire sale prices and if and when I win the appeal they would be gone 外界以为小小的财务危机 对川普来说不算什么重大困境 不过伦敦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 Edward Lewis 信述川普人生经历过的六次破产 全发生在2016年当选总统前 当时就有人提醒过他 大部分财富被锁在非流动资产中 主要还是房地产 可能会使财务危机频繁上演 但如今他意图重返白宫 多数美国保险公司及亿万富豪 又认定川普信用风险太高 试想谁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出手相救 而他又能提供怎样的抵押品做回报 是中国还是俄罗斯 有时分析川普正在想办法突围 无论是消极回收关于血减社会安全保障的言论 或者积极寻找一种既不会冒犯基本盘 又能吸引郊区温和派的堕胎政策 还得替自己先前批评犹太民主党人的说法灭火 最重要的是好不容易赢得了拉丁裔选民的支持 被视为2024可能翻转选局的关键 俄海俄州造势场上痛批那些边境移民不是人 恐怕又会把些维领先的民调打回原点 川普深知边境安全与移民问题 是美国选民最关心 也是他被寄予厚望 比拜登更能解决的吸票机 当德州力推的移民新法SB4 正演变成联邦与州政府间的法律战 他原本也想趁机捞点好处 没想到大罪川普心直口快 又给自己惹上麻烦 有人时报分析 他毫无章法的即兴言论 正与对手拜登精心策划的一波波竞选攻势 形成强烈对比 先前民调或许高估了川普的表现 不要说这波纽约民事官司保释金难筹 已快将他逼入绝境 他的竞选经费也几乎都被迫 用在法律费用支出 迄今高达五千万美元 他正穷尽各种管道筹措 包括用自己的社群媒体公司上市 靠所值股份借贷三十亿美元 周四他还和大约四十个州政党成立了一个新的联合付款账户 名为川普四期委员会 计划四月份在佛州举办盛大晚宴 因为他和拜登之间的竞选经费落差 已经从三月竞选广告上明显展现 川普只在三个州购买了三十八万美元 针对非议选民的广告托波 而拜登却在六周内投入三千万美元 等于是一比一百的落差 华尔街日报说 对一个长期坐过山车 反复获得和失去宝贵资产的人来说 当下财务困境一点也不算什么 川普知道真正逆转胜的关键 就是最高法院给他行事豁免权 于是周二他再向大法官喊话 没有人知道他背后还会如何使力 但川普的法律官司 占据了他大多数的时间精力 他得先清理战场 才能和拜登站在统一水平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 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民调 目前为止 川普的财务是坐困酬成 而和拜登全国性的民调 是几乎平手的 拜登小赢了一个百分点 有的时候是川普小赢了两个百分点 或是赢了四个百分点 或是两个完全是平手 但美国选举制度是选举人团制度 这个我们在上礼拜为大家解释过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看摇摆州 而一个长期的一个大趋势是 已经连续三个月川普几乎赢得了所有的摇摆州 唯一偶尔有的时候没有赢的是Pansylvania 但是大多数时刻全部都是赢的 本周仍然延长这个趋势 但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像州者川普的赢面 都是赢了七八个百分点 现在只剩下四个百分点 或是两个百分点 在威斯康辛他只赢三个百分点 在米什根只赢三个百分点 这些都是所谓的 尤其是米什根是完全是铁锈区 在Pansylvania本周他赢了四个百分点 这倒是最近他赢得最多的 Arizona他也赢了四个百分点 但是比过去赢的都幅度缩小 所以巴着就在爬起来 他选战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而川普在最近 虽然他在所有的摇摆州都赢 但是他赢的整个百分比里头 有的是在民调误差范围之内 有的是比过去明显的缩小 这是一个这个礼拜的大趋势 而在铁锈区的民调 很值得注意的是 川普仅赢拜登三个百分点 铁锈区应该是属于 我们所谓的川普主义 他就是号称这群人 你们是被抛弃的美国人 所有过去美国的历任总统们 所有的政策 这些华府的这些政治精英 他们都是被钱收买的 把他们都抛弃了 所以铁锈区一直是属于 川普最大的大本营 而以Michigan在2024的 目前的民调 如果一对一来讲 川普赢拜登只有三个百分点 所以拜登花很大的心血 希望把产业带回到美国 我们称之为叫 MIU Made in United States 另外他也希望不断地增加 铁锈区方面的基建投资 基础建设的投资等等 目前双方的差距只有三个百分点 而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铁锈区的 Michigan的共和党的民众 最在乎的议题 第一个是移民 遥遥领先 对反移民这些事情 是非常强烈的 这也是为什么共和党 一直在打边境议题的原因 民众最在乎议题的 是维护美国的民主 高达42% 枪支暴力只有12% 经济是10% 美国的选举呢 由于有相当多的人不投票 而民主党跟共和党 常常比较的是什么 支持度 也就是说 投票率越高的 就越可能当选 但两个人现在的差距呢 在摇摆州 常常还在误差范围之内 在全国性的民调 几乎都是平手 所以最后比的是什么 就比的是 谁对哪个议题 有强烈的情绪 有非常高的情感 有很大的 甚至是叫做仇恨吧 那这个仇恨值是 带动投票率最重要的 一个选举策略 目前为止 民主党方面是 维护美国的民主 也就是反川普的力量 仍然是民主党主要的 占42% 而同样占42%的 在共和党里头 是反移民 那就是看最后 大家对哪个议题的仇恨值 跟愤怒值来的最高 那如果以独立选民来看 这是更值得参考的 2024年 在美式克这个铁锈区 来看的话 经济还是占26% 维护美国民主 占21% 移民占18% 那如果以经济 以移民 川普都是赢拜登 而且移民来讲 移民呢 拜登输得非常多 他在全美国 关于移民议题里头 他的支持度只有29% 川普接近是五成 在经济的部分呢 川普也遥遥领先拜登 所以目前看起来 如果我们看各种不同的分析 各种不同的民调 不管是摇摆周 或是我们刚刚就 很细节的来看的话 仍然是川普赢得 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 几率高很多 那如果今天选举 川普败全国的投票 差距只有一个百分点 但这个东西 因为不是用普选的 这是美国 不是这个制度 所以意义不大 值得看的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 第三方势力 很可能影响选举 可是我们目前看到 投票给其他候选的 只有11% 也就是第三方的势力 仍然相当的小 还是两党政治的一个时代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美国最近的一个 很重大的情报机构 所做出来的一个报告 许多人很少注意到 美国每一年的三月 都是参议院跟众议院两院 分别举行情报听证会的时期 而一排列开来的 有情报总监 有中情局局长 有国防部的情报局局长 其实那是真正了解 美国议题的时刻 他怎么看待全世界政治 他不太可能对参众两院说谎 而他因为YouTube的时间 都高达两个多小时 那只要没有违言耸听 因为这些人报告是很专业的 所以美国媒体报道的很少 我很感谢文学时报的 我们的记者 每一年都很认真的 看全程参议院也好 众议院也好 各两个多小时的所有的报道 而我们就做出了相关的这一份 今年特别是参议院 他们公布了一个全球威胁的报告 这个全球威胁的报告里头 总共有40一页 包括FBI 包括CID局长 包括情报总监Hans等等 全部通通都列席 而且共同一起推出来的 各机关和谐的一个 和谐的报告 而这个和谐的报告 就是基本上直指的重点是什么 不是别的议题 中国 他说中国很难预测 未来的中国在他的经济不是很稳定里头 其实很难预测 他野心勃勃 而美国各大情报机构的报告里头 特别写出来 中国虽然很难预测的原因是 他青年失业率太高 习近平本身正面临国内 对他的正当性的一个挑战 而习近平将面临一定的困难 他进入到第三任到第四任的时候 他怎么面对这个困难 他能不能解决房地产的危机 然后带动经济的发展 让青年失业率下降 让中国的经济变好 这使中国经济变稳定 否则他的第四任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在出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就变成一个很难预测的强权 目前局势可能是近年来 最具挑战性的一年 2024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年度全球威胁听证会 不意外的 美国近来锁定的头号敌手中国 在情报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籍参议员沃娜 开场致辞的第七分钟就被提起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Xi Jinping has presented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a techno-authoritarian behemoth whose economy is intertwined with our own challenging democratic values US leadership and global institutions often using enormous government subsidies China has used its substantial investment power to lead or attempt to dominate a range of key industries whether it b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Huawei social media and TikTok or genomics in BGI 一票情报界领袖表示 美国面临日益脆弱的世界秩序 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分析 目前美国与全球局势 面临三大类挑战 海恩斯说 夜心勃勃 但又焦虑不安的中国 正面临严重的人口和经济挑战 可能会使他更具侵略性 也更不可预测 美国情报单位 对2024中国经济的评估 预料人不胜乐观 韩恩斯并表示 中国把科技的竞争实力 看作是长期策略的核心根本 也不惜对美国采取经济抱负 从而为美国企业 造成可观的成本 中国的领域 更加进行一个策略 去增加中国的 新典型、新典型、技术性 并展示他们的努力 去购买、购买 或批准备 从其他人的职业 包括美国的技术 包括美国的技术 情报界研判 未来一年 中国追求成为 更强大地缘政治强国的野心 将更加明显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欧也指出 中国和俄罗斯都认为 美国正在衰落 世界局势环环相扣 美国和全球面临的威胁 也不能单独视之 韩斯进一步阐述 表示情报界正密切观察 中国、俄罗斯 以及北韩与伊朗 透过双方或三方安排 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 全球的战略竞争 不仅环绕传统军师力量 也包含非传统工具 2024全球威胁报告中 特别提及人工智能 科技的进步 使全球面临的威胁更加复杂 第二个是一套更加激烈 和不批准的超越国家的挑战 例如核心改变 抗产 磕毒 保护 健康 保护 党统工具 勒索软体攻击正急剧增加 海恩斯指出 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网络攻击 都是来自俄国的网络犯罪集团 Logbit 抖音是另一个焦点 美国众议院刚通过法案 要求总部设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 半年之内剥离旗下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否则美国将加以禁止 情报界大佬们说 问题不在于抖音本身 而在于它的逻辑演算法 加上这家公司的募公司 听命于中国共产党 FBI局长 总结抖音在情报上的威胁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表示 全球面临的第三类威胁是区域冲突 但区域冲突往往不局限于当地 加萨危机就是外溢 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 是听证上另一个重点 参加听证会的美国情报领袖 无不借机呼吁国会 紧速通过军援乌克兰的法案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更指出 倘若让乌克兰孤立无援 进而节节败退 美国将筑成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 海恩斯也强调 尤其因为俄国正加速生产炮弹 且从北韩与伊朗购买军火 若美国的援助迟迟不放行 乌克兰好不容易得到的战果 恐怕难以维持 打上一颗蛋倒入肩盘 接着铺平蛋饼皮来回翻面 再加上起司火腿配料 一份将近半公斤的 千丝蛋饼出炉 这家位在台南城大附近市 不少学生早餐首选 毕竟一日之际在于城吃饱很重要 而民众仔细算算 跟以前比光在吃早餐支出还要更多 本来是90加一层服务会99 现在是变成120再加一层服务会132 一个餐点搭一个饮料也要五六十块 现在物价仗台北早餐一顿至少一百元跑不掉 贵了二十到三十元 连锁超商看准早餐经济 根据统计早餐外食人口多达一千一百万人 加上生活习惯的改变 每年持续成长两成左右 搭上国际早餐日 全台四大超商推出超值组合配 只要四十九元就可以吃饱 全家为例多达两百多款的商品 让民众自由选靠抽iPhone活动 希望增加买气 7则是在咖啡的部分指定品项 第二件半价 再来莱尔夫OK超商 同样也是同半价组合 我们有观察到 其实因应消费者的生活习惯转变 那蛮多的消费者 他可能是睡得比较晚 也起得比较晚 那整体可能很多人 就是早餐午餐一起吃了 业者除了超值组合 还搭配节日优惠刺激 早餐买气 TV的新闻顾手 双王金破王思纯 台南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油香压入汤汁 再撒上菊花瓣葱花 今年口号搭配士气 要吸引消费者注意 来自大陆重庆的重要川菜 酸菜鱼 酸辣重口味锁定年轻人的胃 近年来台湾流行 现在以石头火锅起家的 连锁餐饮集团 也要来餐一咖 主打是一碗点汤 都可以喝个酸菜鱼 所以相对的它的口味上 是可能没有到 中国大陆这边的一个口味 那么重 那么的酸 那么的麻 以及那么的辣 口味既要到地 又要和台湾人味口 以他们的调味来说 酸辣比重 相较大陆当地少三成 一天最多可卖200份 当下面的水蒸汽可以上 大陆美食来台 还有江南地区 特色小吃梅花糕 面糊填满芝麻芋头 汤圆等馅料 让夜市天天掀起排队潮 先前甚至要等一小时以上 透过大陆的抖音音 小红书等社群媒介 传递到台湾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美食 已经进到这里 比方说像是热奶宝 冰粉 凉皮等等的都很流行 但是当店家越开越多的时候 这热度能维持吗 过去十多年来 大陆餐饮仅有海底捞 以新加坡商身份 搭配美甲 按摩等各式服务 成功征服台湾消费者 但像是十年前 大陆知名弹鱼头火锅登台 才营运三年就说掰 小飞扬曾经一个月 创下1400万业绩 蜜月期一过五年后首摊 相较日韩料理 大陆味在台占比还不高 但特色小吃越来越夯 业者创新改版或结合台味 不想昙花一现 要抓住台湾人的胃 TVBS新闻成长 张慧仙台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 看完刚才美国刚刚公布的情报报告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最近的经济 中国最近公布了一到二月份的经济数据 在工业方面有增长 投资也有增长 但是它最核心的经济的 可以说是最大的隐患 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出现的是雪崩式的下滑 一月二月份的新建商品房的销售 负成长高达29.3% 没有一个经济体经得起这种雪崩式的下滑 如果持续下去是不得了的 销售的面积是负20.5% 所以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是定在5% 去年成长5.5% 而且认为今年的5%可能是做不到的 下一个问题是他会不会因此转移焦点 像普丁我们的柔辉达报道 普丁反而本来在2021年的时候 因为油价过低 他的政治声望下跌到只有五六成左右 却因为俄乌战争 他的声望高达79% 这一次他选票可以说是完全横扫了全俄罗斯 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在他进入第四任 或是跨第四任之前让台海升温 这个台海升温不是对台湾发动战争 也不是占领台湾 甚至不是夺倒金门 它是一种警告式的 比现在更强烈的 比如说封锁巴塞海峡 比如说包围金门 这一类型的 就是说属于这种警告式的strike 我们称为在外交手术式的 一种警告式的军事手段 来提高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 然后最后带动他个人 在中国国内的声望 中国民族是非常强的 有没有可能这么做 美国的几个重要的不同的负责人 给予了不同的答案 第一位是情报总监海恩斯 他把中国目前的经济的青年失业率 跟不稳定 和中国在地缘政治里 和某些做法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 他认为发生在金门厦门中间 把它内海化 而在这个地方出现大量的解放军 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他认为这是在整个中国 当前经济放缓大倍率之下 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而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逻辑 第二个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他是阿基里诺 在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 他的听证会 他的看法是 他坚称认为 习近平认为 解放军要做好 2027年攻占台湾的准备 但是真正内行的是 美国中情局的局长 William Burst 还延续去年 2023年3月 作证的时候 完全一样的看法 他说 北京已经从 恶乌战争中 学到教训 他不认为习近平 已经下定决心 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而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习近平还是清醒的 关于中国是否会武力反台 美国军方与情报机构 一再改口 且说法不一 美国印太司令部 司令阿基里诺 20号在众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能坚称解放军做好 2027年共台的准备 但美国中情局局长博恩斯 延续去年一样的看法 认为北京已从俄乌战争中 学到教训 而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 这首次将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挑战 与地缘政治紧张挂钩 对于北京有没有攻打台湾的计划 博恩斯与海恩斯没有在进行阐述 但中国的经济 也难是地缘冲突的重大变数 近来 北京在东海 南海 甚至在金门与厦门海域 在涉及主权与管辖权的问题上 愈发强硬 这虽然有其地缘政治的逻辑 但放在中国当前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 绝非孤立时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 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 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 21号 解放军举行纪念以来 最大规模的联合战备警巡 两天共派36架式军机和六艘军舰 对台湾进行围堵封锁 事实上 北京确实从俄乌战争中学到教训 去年4月的环台军演后 只为不打的战备警巡 几乎成了对台军演的常态 而美国情报界一直有这样的分析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振 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将可转移内部压力 危险地带与中国的冲突即将到来一书的作则 也是美国前国防部部长战略规划特别助理布兰志 稍早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说 面对经济困境 中国可能变得更加激进 且随着军事能力的成熟 可能会在短期内采取积极的动作 锁定对台军事行动的收益 来补偿因经济问题 对领导层所造成政治挥煌的损失 而中国经济困境的增结能是房地产 地产商债务爆雷更是没完没了 已知不抵债的碧桂园 虽有九笔到齐的境内债务获得延期 境外债则进行重组协商 但已有债权人在香港高院提出清盘诉讼 被视为优质民营房企龙头的闭会员一旦违约 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将比恒大更大 国务院总理李强 而本周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能重申推进保焦楼政策 但已市场化化解地产商的债务地雷 显然缓不济及 官方本周公布一至二月份的经济数据 在温和刺激政策下 工业增加值同比显著增长 政策引导下投资也涌入了工厂 然而房地产市场呈现雪崩式的下滑 一至二月份的新建商品房 销售额负成长29.3% 销售面积则是年减20.5% 总的来看 一至二月份 随着各项宏观政策发力显效 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性 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优存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而房市持续低迷下 家庭选择增加储蓄减少支出 这拖累了消费 今年一至二月份 内需虽年增5.5% 却远不及去年12月的7.10% 尽管一至二月的CPI也由负转正 但通说阴影能挥之不去 华尔街日报更从一至二月份的数据中 发现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问题 及需求不足下的失业率持续攀升 中国青年失业率 自去年六月升至21.3%的 历史新高后 官方以统计师准为 由暂停公布数据 直到去年12月 推出优化后的统计 剔除占了六成的在校学生 调整后的青年失业率 大幅下降至14.9% 但二月份又反弹至15.3% 整体的失业率更回升到 去年七月水平的5.3% 这说法或许讽刺 但对当前资金撤离中国的情势 却又相当显示 去年中国出现五年来 首次资金禁流出 规模达687亿美元 经济放缓已减弱中国的资金吸引力 可以员呢 ador Irish're doing They're staying away Last year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s hit a 30-year low They got just $33 billion in FDI Compare that to other Asian economies India got $33 billion in just 6 months Vietnam attracted almost $37 billion So the investors have made their choice They clearly think that China is not the best bet What can Xi Jinping do about it? 美国从贸易战 到经济脱钩或去风险 都是中国流失FDI的原因 但这也是习近平 对前期企业金管风暴 与着勤政策的不信任 而对国家安全 有所偏执的习近平 去年修订并执行新的 反间谍法 从原本44条 扩增到71条 对间谍行为的定义笼统 这都让外商圈人人自为 而本周香港立法会火速三毒 并全票通过维护 国家安全条例 完成正义多年的基本法 第23条立法 条文中许多违反国家安全的定义 与中国大陆内地更加一致 这让多数的在港外商感到不安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统计 自中共二十大后 高层与跨国企业的会面显著增加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 已超过中共十九大后的五年总数 这凸显高层对外资出走的焦虑 习近平本周在湖南的视察 还特别到当地一家外资考察 但对外商再多的安抚 对比当前被盗而驰的政策更令人捆惑 百分之五左右 中国将今年经济增长定在百分之五左右 这还是祭出非常规政策下的目标 但刺激措施难以为继 房地产泡沫又得要数年的时间来化解 而中共统治的正当性往往来自于经济 习近平到了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事 若没有这张成绩单 要用什么来再次争取连任 这或许正是美国认定 习近平会在2027年对台 采取军事冒进行动的逻辑 而随着中国经济问题的恶化 台海危机的风险恐怕持续升高 如果按照美国的情报总监 或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所说的 中国很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的 虽然不是占领 但是一个警告式的袭击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第四任 可能时间表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 开启第四任任期 所以大家不断地都谈2027年 但是他不太以他自己国内的 最重要的是国际的局势 因为他不会愿意跟美国冲突 这里头很重要的 美国的财富主管就判断 中国还需要至少两年 才能够解决房地产的危机 也就是到2026年 到2027年之后 好不容易慢慢地稳定下来 如果他希望扩大他的政治基础的话 还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也是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也就是2028年的11月 而那个时刻 台湾已经举行完总统大选 如果连任的是 他们不喜欢的政权的话 那么对他而言 或许任何台湾的政权 他可能都会处理 也不一定是哪一个政党 但最重要的是 美国是他最大的考虑因素 一些国际战家认为 最可能可能性 是在2028年10月 美国进行总统大选后 到下一任总统大选上台前 也就是2028年的11月之后 到2029年的1月20号 中间的权力真空气 而那一任可能当选的是川普 他很可能落选 美国是大乱的时间 在那个状况之下 是习近平如果他想要对台湾 采取任何警告式的军事行动 短暂的军事行动最好的时机 在这湖湖酸菜鱼上 撒上植花瓣 来自大陆的名菜 如今台湾越开越多家 不过有些店却开始撑不住 全台掀起酸菜鱼狂潮 不过未在市林区市东路的 这一间麻辣烤鱼酸菜鱼店 竟然贴出公告 表示即将在3月24号结束营业 才在2023年8月市营运的川鱼餐厅 没想到才开半年多就要说再见 店员坦言 鱼料理瞄准团体客群 大份量一份就要750元起跳 但附近学生多 这样的价位对他们吃不消 来客树少不得不洗灯 不会想要每天吃比较重咸一点的味道 不过其实就连前几年很火红的 重庆烤鱼店路上也越来越难看到 台南的贵十八重庆烤鱼 宣布因为房东的关系 即将在3月底歇业 新北板桥的水货炭火烤鱼 也早在2023年底 悄悄拉下铁门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 其他业者决定出其招 热油浇在三菜鱼上 瞬间喷香 不会这份量好像照了缩小灯 这家位在东区的店面 同时有卖三菜鱼和麻辣烤鱼 主打小份量 价格也少了三分之一 纵使一个人也能来吃 比较便宜啊 而且一个人吃也很刚好 比较多人来的时候 可以每个人吃到不一样的口味 如果今天没有所谓的一个新品 然后持续的让消费者 可以去做选购的话 那消费者慢慢就会对于 这样的单一品类的东西 会感到稍微的迟缓 麻辣烤鱼较早进入台湾市场 新鲜感恐怕越发下滑 另外三菜鱼市场逐渐饱和 店家想站稳脚步 除了好味道 也要求新求变 观察客群 跟上市场趋势 恐怕才能牢牢抓住逃客 TVBS新闻 蔡明轩 刘一轩 台北上网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就在一片荒芜中 一个名叫罗兹的机器人 因为遭遇船难 被困在了无人岛 严苛的环境 重重的难题 正在等着他 各种没看过的生物 是好人还是坏人 罗兹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但一切都得适应 和大家建立起关系 这是改编同名小说的动画 荒野机器人 预告出炉 佩英卡斯超奇惊 黑豹的卢皮塔 尼勇OT机器人罗兹现声 剧情围绕发掘自我 不少看过原著的人 期待改编结果 还有观众近期被这部 深深感动 寂寞的狗狗 买了台机器人作伴 相处的那几天 快乐难以言语 谁能想到 那次沙滩玩水 机器人就被困住 狗狗怎么样都救不了他 心里暗自发誓 夏天回归就要重逢 在间机器人 入围2024奥斯卡 最佳动画片 从绘本改编 全程无对白 后座力却超强 不少影迷哭着走出戏院 就看 不要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 是冷静的 习近平脑袋清醒 可是民间的民族主义 有时候强大 很可能这个领导者 如果他放手 就可能变成一个大问题 最近中国爆发了 一个非常荒谬的 一个网络暴力的事件 针对农夫山泉 结果这家公司 就是因为它的文创设计 因为它的盖子是红色的 所以这是日本国旗 然后它的文创设计 有日本风水 就是它每日 全中国最受欢迎的 饮料公司 就因此遭受到了 很多人就是抵制 抵制 抵制 美国的有线电视网 说它的股票下跌了一大半 不过查了一下 并非如此 它的股价在两周里头 只跌了1.93% 中国的民族主义 并没有因为经济成长 旅日游客大幅增加 而减少抗日情节 一桩匪夷所思 强调在地干净的泉水商品 只因为包装文创设计 被疯狂网友指涉美智 瓶盖红色被认为是 歌颂日本国旗的抵制世界 越演越烈 水 我只喝 哇哈哈 你家吃饭就喝农夫商权啊 白氧郎的水这也能喝 过去数周以来 中国包装饮用水龙头品牌 农夫山泉创办人 钟闪闪成了众矢之地 原因就只在新一系列的 茶饮包装上 今年二月 中国饮料大厂 哇哈哈的创办人 钟庆后病逝 农夫山泉与哇哈哈 两大中国品牌的商场恩怨 再次被推高至风口浪尖 许多中国网民称钟闪闪 年轻时受钟庆后提拔 曾是哇哈哈的代理商 之后另起炉灶创业 对哇哈哈网恩赋义 随后又把焦点转向 指控农夫山泉魅志 并迅速扩大蔓延 网路发起抵制运动 甚至由自媒体直播 道光农夫山泉的水 以彰显爱国 抵制广报 尽管农夫山泉回应澄清 包装上的建筑图案 并非浅草寺五重塔 而是根据中国寺庙建筑形象所作 但中国网民并不买账 自2月28日以来 农夫山泉的股价已跌了6% 品牌遭到抵制 销量急错 市值蒸发超过200亿人民币 这波反日情绪 主因来自2023年9月起 日本福岛处理排放的核污染水 中日双方产生嫌隙 民间仇热情绪被掀起 2023年在中国境内的日本料理店 在福岛核污水事件后 还急拆店内的各种日式装饰 生怕中国网民围剿 谁也没料想到这股怒火 烧下了农夫山泉企业 当然冷静看待的中国人也是不少 但他们目前并非主流声音 德国之声针对此事分析 经济中国民族主义者 对革命并不感兴趣 也不会挑战政治现况 他们的行为更近似 希望让中国再次伟大的 民粹主义 而过去备受中国人 广泛接受的农夫山泉 受到民族主义的出征 成了事件的受害者 以后所有企业必然 战战兢兢 八次 五人 真的喔 锁定拜托APM 就不会答错题目了 大家好 我是李博翔 在《魏靖园》里面 我饰演的是阿宝 是一位有灵异体质的厨师 3月24号晚上8点 TVBS42频道 准时上映 一段最亲密的爱情 请将上演 请问红楼梦 金瓶何者不是四大七叔 金瓶梅 请问立委选举时 政党的得票率 要达到3%还是5% 才能参与从国不分区 当选理由的分配 5% Yes 请问被多分出身在 维也纳还是波昂 维也纳 波昂 想挑战更多有趣的题目吗 周围到周五晚上8点钟 拜托ATM 从2014年开始 他们入侵乌克兰 我的人生解锁好几道了 不开胃手 人要在当下把握住 珍惜 现在你眼前拥有 请您锁定 这个礼拜天晚上 一步一脚印 发现新台湾 请问世界上第一条地铁是 伦敦还是纽约建成的 伦敦 请问蝸牛和蛇 哪一个动物的牙齿比较多 蝸牛 想挑战更多题目吗 请锁定 拜托ATM 我要一碗面 好 阿弗 你到底在哪里啊 你还记得阿弗长什么样子 喂 你看得到我 拜托你可以帮帮我吗 我在找我的情人 他叫阿弗 你还好吗 是你 是什么 只要你做菜的人 就是阿弗 所以你觉得 我的老板 是阿弗 我在保护你 我告诉你 他这次来 是要来报仇的 魏靖元 3月24日起 每周日晚上8点 就在TVBS 欢迎来到TVBS新闻网 直播随时点 随时看 随时互动 好 谢谢台北的张小姐 的确明天会是好天气哦 按照个人喜好 推荐新闻 全新体验 重大新闻 即时推播 掌握新闻脉动 罗路投票 让你表达意见 重大议题整理 让你一次看懂 扫描QR Code 下载TVBS新闻app 一手掌握 最新试探 一手掌握 最新试探 生蚝便宜又大喝 甘甜无辟 就是一种新鲜的快产 高级料亭的何丢收起烧 好嫩好嫩 走走轻轻 顶它就化开了 安康鱼干直接炒入锅 走 请锁定时尚玩家 两天一夜 够好吃好玩 绝不错过 全球时尚 一手掌握 女人我最大app 你的随身美丽密书 从化妆秘籍 到穿搭技巧 让达人带你蛻变 每月星座 娱乐快讯 比较内幕 一手掌握 还有最新的短影音 一滑就上瘾 摇摇 欣喜航里 专为你设计 会计下载开启您的时尚生活新片章 你怎么就这么不懂我呢 就这么不懂我呢 懂我呢 是他这边的 我的努力 未来你会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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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有一件很好吃的餐厅 对不起我错了 一边险前一边谈恋爱吧 完成险前恋爱手册 就在TVBS 支持二台 当时我们今天事业周报的 欧洲版10点钟开始 我们将进行 关于俄罗斯 刚刚举行完的总统大选 以及一系列 关于俄武战争的报道 但是就在普丁欢庆他 赢得了大选之后 俄罗斯当地时间22日 他的首都莫斯科近郊 在晚上的时候 一个音乐厅 发生了恐攻事件 目前为止 在我们录影的时刻 已经有115个人死亡 那事实上人数 一定会往上升 俄罗斯外交部说 这个枪击事件呢 除了是恐怖攻击之外 他们查出来牵涉的人 可能是阿富汗当地 培植出来的ISIS 那基本上呢 因为车臣事件 俄罗斯跟穆斯林的关系 是非常冲突性的 这是近十年来 俄罗斯发生的多起恐攻事件 里头最大的事件之一 上一次呢 是2017年的4月3号 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的地铁 那个地方 发生了恐攻事件 那次是60多人死亡 还有一次是2015的10月31号 俄罗斯的一家航空公司 一家从埃及 飞往San Petersburg的克七起飞后 不久 就在埃及的西奈半岛 这回机上224人全部遇难 都是恐攻 而主要恐攻的单位 都是一个ISIS有关的 穆斯林伊斯兰的基金组织 那我来喔 然后拔起来 会有个蹦一针 我没梳理好会有啥子 看你起来 没有… 直尚管家包狂总播 欢迎收看今天文钱的事业周报 本来我们今天欧洲版主要的焦点 是放在普丁赢得俄罗斯的大选 但是当他在高兴之后 没有几天他面临了震撼性的一天 莫斯科当地的时间 3月22号的晚上 在莫斯科郊外的音乐厅 发生了恐攻世界 目前为止 在我们录影的时刻 死亡的人数已经高达120个人左右 甚至可能更高的数字 会不断地增加 而这起恐攻世界呢 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谁干的 大多数的报道 第一时间都引用 ISIS-K 说因为他们声称是他犯案的 但是俄罗斯总共拘留了11个人 逮捕了直接参与这场恐攻的四个嫌犯 逮捕的时刻 俄罗斯的新闻社 报道他们正逃往乌克兰 美国立刻表示 乌克兰跟这个恐攻世界没有关系 俄罗斯的回答是 你怎么知道 你也没有介入犯罪 你也没有办理犯罪的所有相关事情 也没有在现场调查 美国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跟乌克兰没有关系 我们把事情分两个方向去好好地分析 什么叫ISIS-K ISIS-K呢 就是ISIS在阿富汗又复活了 这实在是对所有的人来讲难以置信的事情 美国在2021年8月30号的时候 正式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 完全撤出了阿富汗 而美国过去入侵了伊拉克 接着也在2013年的时候 透过支持阿拉伯之春 让整个伊拉克当地也陷入了吴政府的状态 于是有一个人叫做巴格达迪 他本来是在牢里头 被美国当成非常好的一个合作者 美国的监狱呢 都找他来辨识谁是极端组织的人 谁不是极端组织的人 美国的恐攻跟美国的反恐战争呢 大概是从2001年对抗阿富汗战争开始 后来就打到了伊拉克 在那个牢里头呢 怪了很多的人 巴格达迪原来是美国人 虽然拘禁他 可是算美国人的朋友 所以就把他给放出来了 放出来之后 他看了 情势一片大 因为他就看 被放出来的 他看到这个大局势里头呢 整个伊拉克的北方 他都是属于逊尼派的 再加上叙利亚 也都是逊尼派的 他立刻组织了ISIS 他认为情势一片大好 从此到了2014年 欧巴马面对最主要的敌人 已经从原来 奥斯玛·宾·拉兰的盖达组织 变成了ISIS 而在2019年的时候 美国于10月27号 把巴格达迪以无人机斩首 直接把首领给杀了 那时候很多 美国的国际政治专家就说 这些激进组织 它是一个精神性的象征 你杀了他的首领 是没有用的 就好像你已经杀死了 奥斯玛·宾·宾·拉兰 然后就会再有ISIS 你再杀死了巴格达迪 还会有新的领袖产生 后来在2023年的7月9号 他们又在叙利亚的那一带 又杀死了新的领袖 结果现在跑出了一个ISIS-K 这ISIS-K就是因为阿富汗 现在是塔利班政权 在当地也是军阀割据 它又是ISIS很好的活药地区 这是ISIS-K的整体的背景 那为什么对象是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当年 在1991年解体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有一段时间 是很亲美国的 而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协商 就允许俄罗斯非常多的各种不同的作为 其中俄罗斯同意独立的国家就可以独立 有一个国家不准它独立 因为那个国家是属于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国家 就是车臣 车臣是不能独立的 那他们认为它是属于俄罗斯的一部分 那当地呢 可能是有那个时候是有核子军舰等等 所以人们说那个时刻我们所看到的 俄罗斯对于车臣残忍的杀害 却在国际强权的默许之下 当时的美国总统 那个时候是在克林顿的时代 人们问起美国总统说 你对于这样的杀戮有什么样的看法 克林顿说那是俄罗斯的内政 而这件事情最后就成为俄罗斯跟激进的 伊斯兰组织中间非常大的一个仇恨 所以这么多年十年来的很多恐攻事件 大多数主要的俄罗斯一直都是和法国 和美国一样和英国一样 都是激进的像类似ISIS组织里头 他们所要攻击仇恨的对象 虽然美国跟俄罗斯关系很差 可是对ISIS来讲 你们都是我们伊斯兰教 所有这些人的圣战式的重要的敌人 而目前为止呢 到底这些人跟乌克兰是不是有关系 Moscow的说法是说 他们是精心策划了一场恐攻 这个精心策划的意思是说 他们是躲在乌克兰 然后进入到俄罗斯境内 在Moscow那个地方进行了这场恐攻 目前为止 美国希望把跟乌克兰这件事情划开来 但俄罗斯希望把它连接上来 哪个事实没有人知道 在这场恐攻的地方进行 尽量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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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人們的指示說 他們的敵人在 Moskau 他們是男人的髮型 和身體的身體 並說他們是從中央的 中央的中央的中央 多過70警員 到場地的拍照 這晚的視頻 也有說過 超過100人 被救出了 從窗簽的 雖然是說 他們還在中央 在上層樓的建築 這次恐怖攻擊發生在普丁 再次當選俄羅斯總統不到一星期 ISIS已經公開坦承犯案 對這個人口一億四千萬的 北方國度而言 恐怖攻擊並不陌生 一九七零年起 俄羅斯發生超過八百次的恐怖攻擊 死亡人數多達三千五百多人 自一九九九年普丁上台以來 恐怖攻擊也從未斷絕 歌唱到一半時 車程武裝分子突然衝到台上 要求俄羅斯大軍立刻撤出車程 那次不是只有一位 而是所有炸彈客都是女性 俄羅斯稱她們是黑寡婦 她們的家人在戰火中喪生 促使寺院成為炸彈客 三千的對峙迎來的是一個不完美的結局 129人被殺了 最多是由俄羅斯的防守軍隊 接著在2004年發生了那場震驚 全世界的血腥屠殺 新闡目的恐怖攻擊 最悠的恐怖攻擊 史上歸史的恐怖攻擊 開始於1、2004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后人潮涌己 而且空间封闭的地铁 很快的就成为伊斯兰激进组织新的攻击目标 Mosco's Metro System was targeted with suicide bombs in both 2004 and 2010 killing around 80 In November 2009, a bomb derailed the high-speed train between Mosco and St. Petersburg killing 28 people 36 died in january 2011 when the arrivals area at Moscow's Domodedovo airport was struck by a suicide blast It's hard to call these people people It's hard to call these people I can't even call them as monsters If they're monsters, they're scared The most recent Russian terror attacks took place in the southern city of Volgograd at the end of 2013 First, the local train station was hit, killing 18 people A day later, a suicide blast tore apart a bus, killing a further 16 俄罗斯绝大多数的恐怖攻击都来自车臣分离主义分子 1994年为了镇压车臣叛变 当时俄罗斯总统耶尔钦出动4万大军 造成一场10万人死亡的屠杀惨剧 车臣首都格洛茲尼几乎被移为平地 联合国的报告中形容它是地球上被摧毁的最彻底的城市 普丁上台后对伊斯兰基金分子展开全面扫荡 成功地把要求独立建国的分离派势力驱离车臣 反倒让分离势力扩散到达吉斯坦和印古斯塔 后来又多了来自ISIS的威胁 2015年10月ISIS炸毁了一架来自西奈半岛起飞的俄国客机 这一架224人死亡 这一次ISIS卷土重来 调查人员在枪案现场发现了大量的AK步枪 纽约时报报道 华府早就发布了警告 收到ISIS-K正筹划向俄罗斯的袭击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3月7日发出安全警报 表示有极端分子很快会对莫斯科的大型集会 包括音乐会发动袭击 美国官员担心俄罗斯总统普丁 可能会故意将袭击归咎于乌克兰 同而向西方政府施压 要求他们找出他们认为可能对此负责的人 而乌克兰发表声明 乌克兰与此攻击绝对无关 欧武战争到现在还没有停火的迹象 美国刚开始开打的时候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一个国际记者招待会上非常坦白 而直接的说 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俄罗斯 尤其是削弱普丁 但结果和美国想象的相反 俄罗斯在最近进行了一场大选 他的大选是有好几天 最后统计结果 虽然在大选之前 他让最著名的反对派 非常了不起的英雄纳瓦尼 死于狱中 但似乎俄罗斯人并不在乎 他南瓜的选票高达87.28% 投票率是77.49% 都创下历史新高的投票率 也就是说俄罗斯民族主义 完全把它拱上来了 普丁在上一次2018年选举的时候 得到的选票是77.53% 这次整整增加了接近10个百分点 而事实上在欧乌战争开打之前 在2021年的时候 由于石油价格战的关系 OPEC和美国石油价格战的关系 石油价格很低 俄罗斯的经济并不好 当时普丁的支持度只有六成 所以这场俄乌战争 第一个他拉抬了民族主义 也拉抬了普丁 现在在俄罗斯的升旺 有没有削弱俄罗斯呢 目前当然有一部分 但是俄罗斯的经济成长率 目前仍然是3个百分点 到2.3个百分点 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 使普丁希望能够和北约组织 在过去有一个缓冲区 是在乌克兰 那北约一直东扩 波兰其他几个地方 他已经很生气了 可是到了乌克兰 他就是忍无可忍 最近北约东扩到了芬兰 到了瑞典 变成32个会员国 普丁在他选后的 国际记者招待会上 明白地表示 很多人说普丁讲话 不是Donald Trump 你必须认真地听 他明白地表示 美国现在所主导的 北约组织的相关的做法 使世界距离全面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请一步之遥 President Putin's supporters were celebrating in Red Square tonight not his victory in this weekend's presidential election but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yet the two are linked Putin is the leader who can't be beaten the leader who won back part of the Russian Empire from Ukraine 一场俄乌战争期间 所举行的选举 确认了普丁 让俄罗斯再次伟大的进程中 所扮演历史性的角色 这是一场早已知道结果的选举 但俄罗斯历史最高的 77.49%投票率 与普丁横扫87.28%的选票 都让西方国家看傻了眼 如果算上叶尔签在1999年 指定普丁接班的半年任期 两任总理 两任总理加上五个总统任期 整整24年领导俄罗斯的普丁 想的只有一件事 我经常听闻了 我经常听闻了 歷經蘇聯瓦解的悲劇和虛弩 讓普丁充滿復興俄羅斯的 民主主義情感 這也深刻影響他在內政 與外交上的思維 而兩聲修訂的憲法 讓普丁有足夠的時間 去完成所謂的俄羅斯復興 但普丁絕非只是21世紀的史達利 他更像在大北方戰爭時 擊敗瑞典奠定 現代俄羅斯基礎的彼額大帝 即進攻烏克蘭 拿下克里米亞與烏克蘭東部的 他們都藉由軍事勝利對外彰顯國威 對內凝聚民族主義以維持政治為王 而這才是普丁默寐已求的直言 那關於東巴斯 人們在那天的日子的春日 都表示他們的願意回到他們的家庭 他們的旅程回到他們的母親 就變得更加困難 更加悲劇 但無論如何我們做了 這就是我們的國家的歷史 現在我們一起進去 肩膀肌肩 我认为最重要的学习在这些选择是很高的转换 我们知道,我们的总统的总统在 Moskva 非常专业在监制高的转换 因为它信仰了一种民态的民态在党中 西方在这场战争初期 对务军援的战略目标是要削弱俄罗斯的实力 但俄罗斯却越战越勇 一半的计划是向于战争的军 全部是给了前面,全部是为了军事 全部是为了前面,全部是为了质疑 说一位老师 一些工程的工程都在工作 充满兵器和车子 这些工程在沙发上的沙发上的工程 尽管西方在这两年祭出13轮超过1.6万项的制裁 进入战争动员的俄罗斯经济 不论在前线或后勤都展现始祖的忍心 也因此,普丁的胜选不只是操作民族主义 还有稳住涉及政治稳定的民生警纪 而这次的高票连任 让普丁有更强的民意后盾 且在乌东战场的捷报 也让他越来越有自信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引述不具名的西方官员消息说 俄罗斯已将战术核武转移到百额多次 而前进部署更可能用于实战的战术核武 也不只是威责西方军员武克兰 我紧紧被动回应北约进来增强东翼的军事部署 俄罗斯稍早正式对包括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 在内的三名波罗地海三国高官发布图情 指控他们拆除苏联时期的纪念碑 破坏历史情感 彭博社的分析说 这是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战争的起手势 爱沙尼亚对外情报部门就发布了一份评估报告 指俄罗斯正在为未来十年内 与西方的军事对抗做准备 普丁在大选后的国际记者会上 警告可能与北约发生直接冲突的结果 看似独舞穷兵 却是被动回应媒体贴问 对法国总统马克宏 把出兵乌克兰视为选顺的看法 而普丁也向马克宏公开喊话 胜选后的普丁已更有底气 华尔街日报就披露 普丁想要的和谈 是开战六周后 俄乌在土耳其谈判的结果 即乌克兰重力化不加入北约 放弃克里米亚与顿巴斯 而白白打了两年多的战争 最后是回到2022年4月15号 那分辈美国辅职的和平草案 在这次国际军事招待会之前 普丁已经两度地表达了核威胁 这个核威胁呢 意思是说 我不惜动用核子武器 所以他会说 我们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 仅一步之遥 而在本周 北约举行了冷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军演 就是冷战结束之后 最大规模的军事演出 这个军事军演呢 是海 陆 空 都是总动员的状况 代号是2024年坚定捍卫者 这整体就是美国希望向俄罗斯展示 我们绝不退让 目前大家的看法是 俄罗斯最可能使用的是战术核武 什么叫战术核武呢 它是可以缩小杀害的规模 不会像广岛游子弹那么可怕 但是又不会上核子弹 造成全世界的毁灭 那目前 Foreign Policy 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说 俄罗斯已经部署了 战术性核武在白俄罗斯 而在所有北约国家里头 可能最危险的是拉脱维亚 为什么 拉脱维亚的状况跟乌克兰最像 虽然呢 它并不被俄罗斯人认为 过去跟他们的感情很深刻 可是整个普丁的民族主义的核心 就是一种悲情式的民族主义 他认为在苏联解体之后 有2500万的俄罗斯裔的后代 他们突然一觉醒过来 发现并不住在自己的领土上 而且饱受那个国家 对他们的迫害 在乌克兰当地 有38%俄罗斯后裔的人 在拉脱维亚 有30%的人是俄罗斯后裔 他们过去经常在各种选举 或是各种情况里头被认为是俄罗斯间谍 在当时公投独立的时刻 根本就否认他们的公民权 战斗机军舰坦克车 一场历史性的陆海空总动员 被命名为2024年坚定捍卫者 号称冷战结束35年以来 最大的北约军演 在2024年1月24日正式启动 除了31个成员国 3月8日才正式加入北约的瑞典 也将参与一直到5月份才结束的演习 总共将动员9万名士兵 50艘军舰 80架战斗机 1100辆坦克战车 训练成员国进行共同行动 例如如何穿越 非北约成员国奥地利的领空 从罗马尼亚 这个部署于深耕地区的国家 军事装备过境需要多长时间 从美国跨越大西洋 将军备运送到波罗的海 需要多长时间 从1951年首次演习以来 北约必须针对新建立的多国军事结构 进行训练和测试 让各国部队集合发展成为一支 由单一中央指挥的综合军事力量 1990年德国统一 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 北约持续东径扩张 35年来 从16国增加到2024年的32国 却不再进行中央指挥的大规模军演 选择在1月24日动员 并非偶然 这是乌克兰战争两周年纪念的前一个月 这是之前1990年 第一次我做了一个练习的练习 是在2002年 记录的记录 因为这是一个大练习 我们已经说了一会儿 北约演习代号通常用两个字来标示 第一个字是负责安排演习的指挥部 第二个字代表演习的领域 陆海空等 但这一次打破惯例 以坚定捍卫者为代号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北约重新制定了全面防御计划 坚定捍卫者是北约首次落实 新防御计划的大规模演习 除了重新启动荒废已久的中央指挥总动员 北约另一个演习目标 是要安抚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一直担心冲突外溢的前沿成员国 包括进入盟的瑞典芬兰 和元属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小国 他们境内都有讲俄语的族群 已经把国防预算追加到GDP4%的波兰 更是忧心战争擦墙走火 俄罗斯当然对这个新常态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北约演习对莫斯科造成威胁 更直指北约是由美国配置和管理的 对抗俄罗斯的工具 Steadfast defender will shift from naval readiness in southern Europe to ground-based exercises in the alliance's northern and eastern flanks over the coming months It's set to wrap up at the end of May 3月13日 在选前倒数的竞选专访中 普丁再次高调宣称 核战我们随时奉陪 普丁不是说给俄罗斯选民听的 这是他对北约演习的回应 五天之后 他在圣选演说中再次警告北约 因为乌克兰有北约的军事人员 如果俄罗斯和北约发生冲突 那么后果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除了普丁 另一位痛恨北约的大咖 当然是川普 不要以为一个月前 当川普说出不付钱就不保护 只是讨好川粉的竞选秀 3月18日 在普丁胜选之后 川普在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 同样重复他对北约的坚持 一字不改 没有价值 只有价格 只要付钱 一切好谈 所以北约荒废了35年的大规模演习 会是新常态吗 答案只有一个 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不确定 过去在冷战的时刻 一刚开始1949年 很多人说第三次世界当然可能快要爆发了 但是那个时刻大多数的领导者 刚刚历经了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懂得必战 可是现在领导者并不一样 他们已经遗忘了战争 而且双方杀红了 也似乎想要巩固自己的基础 某个程度 这不是一个选择和平谈判的时代 而是一个相信战争的年代 让我们来看这个以上 你所看到的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完全就是一个欧洲北约组织 和俄罗斯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这关系就是对俄罗斯而言 你完全是被北约组织包围的 尤其是最近加入了包括芬兰 包括瑞典等等 北约组织扩大了32国 那芬兰的领土沿着俄罗斯很多 可是对俄罗斯某个程度 它现在最新的消息 我刚刚谈到美国外交之内期刊报道 根据美国的情报 它在白俄罗斯部署了战术型的核武 这战术型核武就是它进行的可能不是 核子大战 而是一个有规模性的一种核子战争 那有一定小规模的核子战争里头 很危险的很可能 还是波罗多海这几个国家里头 它觉得它要针对的可能就是 拉脱维亚 可是我刚刚特别提到 当然乌克兰也是可能 我们看到这个地图里头 拉脱维亚就完全是在 俄罗斯的左边 下面就是乌克兰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其实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是 这些衣服我根本分不出来他们的差异 这些不都白色吗 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衣服 然后都不穿呢 波罗费钱 他真是高不动女生啊 你也太帅了吧 这个墙 其实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是 这些钢单我根本分不出他们的差异啊 甚至还要买两盒一样的 一盒收藏一盒组装起来 可是我根本没看过他们被组装起来啊 啊 好浪费钱啊 真是搞不动男生啊 不要再买衣服了好吗 我爱你 但更爱我们未来的情景 做不到 所以就我不能买吗 一边省钱 一边谈恋爱吧 完全省钱恋爱手册 就在TVBS42台 这个高盗菜单 干嘛 傻子威 好托歌啊 通俘的画面 不压他 好棒喔 你们章华里面有加什么特别的东西 专卫麻辣 好 你确定是抹刀 食尚玩家 热剑吃的大小生 经历了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之后 民众开始留意到 肺部感染后 可能会导致肺部像菜瓜布一样的肺纤维化 这种菜瓜布肺是属于兼职性肺病的一种 其中最可怕的是特发性肺纤维化 如果没有及早发现并适当治疗 五年存活率比许多癌症还要低 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 一般人在40岁后 每年肺功能会缓慢下降 约30毫升 但肺纤维化患者 每年肺功能急速下降约200毫升 常见有咳 喘 类三大症状 肺纤维化与气喘病或肺主射都会咳嗽 很多患者起初可能只是出现干咳症状 走几步路就像觉得气喘虚虚 呼吸困难 由于症状很像感冒 不容易察觉 临床观察到 病友往往咳到无法入睡 或打扰到别人才来就医咨询 因此延误了治疗先机 肺纤维化到了中期 患者会出现明显的体重下降 全身倦怠 食欲不振 干咳 呼吸困难 手指间出现储状子等症状 发展到晚期 肺功能已经严重下降 最终发生呼吸衰竭 根据国外研究显示 没有治疗的肺纤维化患者 5年死亡率将近5成 由于肺纤维化一旦产生就无法逆转 因此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相当重要 它的成因不明 50岁以上的男性 有吸烟食 肺纤维化家族病食 长期未遲到逆流 或是曾经步入于高粉层环境工作的人 都是高位线群 另外自体免疫疾病患者也要特别注意 疾病可能侵犯到肺部 如果出现咳 喘 泪 三大症状 且持续八周以上 一定要尽快到胸腔内科检查 当医师发现患者肺部有纤维化的迹象时 会用听诊器听后背下肺液的肺音 这时如果听到像魔鬼瞻撕开的声音 就高度怀疑是肺纤维化 会进一步安排电脑断层扫描 以判断是否确诊与疾病侵犯的范围 另外由于自体免疫疾病患者 免疫系统错乱会敌我不分攻击全身器官 一旦侵犯到肺部就可能发生肺纤维化 因此如果类风湿性关节炎 硬皮症 干燥症 皮肌炎 多发性肌炎 红斑性狼瘡等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 欧乌战争在上个礼拜 乌克兰面临的情况是三天没有炮火 这个礼拜很多欧洲的援助到了 很多欧洲国家直接掏出钱来帮乌克兰 买他们所需要的炮弹 而俄罗斯在22号 3月22号 当天总共向乌克兰发射了90枚的导弹 然后还有无人机各种摧毁 乌克兰多地的能源射 事实乌克兰再度的停电 而我们要谈的是日常战争 一刚开始的时候 虽然国际认为这是一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因此这是一个神圣的抗战 但当你成为难民的时刻 即使最支持你的国家 像美国对乌克兰是相当支持的 这些难民他在美国的处境是什么 以下的报道不是俄罗斯 不是乌克兰所做的报道 是美国的ABC电视台所做的报道 让你了解当你的国家陷入了战争 你逃亡出去成为难民的时刻 那个国家虽然完全在正义上头 是支持你的国家 可是你成为难民的时候 你的处境会是什么 在发现华孕后 Maria用她人有效的护照 带着女儿离开乌克兰 她辗转来到费城与亲人团聚 但是她的丈夫母亲及其他亲人 都留在了乌克兰两年的时间 可以让Maria生下的宝宝 从会爬到会走 让她不会英文的女儿 已经能开口说流利的英语 但是她手中的幸福都不是真实的 更像是建立在泡沫上 随时会破灭 Many, many Ukrainians tens of thousands were able to utilize the United for Ukraine program in order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with parole Most of those individuals were admitted for two-year periods of stay Now the kids have been to school for two years, right? So they started kind of they're speaking English they're making friends and now you take them and telling them, you know, go back But the question is, go back where? 移民律师给出一些建议 The individuals that had a visa at the time that the war started were able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much faster than those who eventually needed to wait for the United for Ukraine program The downside to having a visa is that with a tourist vis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Tourists don't have any social security work permit I can't attend any job I don't have any driver license Even in this moment after a tourist visa one of the lawyers said me that only you have only one way to go to student visa I said that I don't have money to pay for every day and I have an infant hurricane to attend but I had to do it My grandma helped me when I had to go to my study She is sitting with my baby Ukraine is designated for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The U.S. government has extended the dates so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for Ukrainians ends on April 19th of 2025 At least at this juncture TPS seems to be the de facto extension of the United for Ukraine program It's likely that the designation for Ukraine will be extended certainly until the war is over and probably even for a minimum period of 18 months after the war is over in order to allow Ukraine an opportunity to rebuild At this moment I applied to TPS and I awaited this status I hope that we receive it in future and I can go to the job If I can't join to TPS I think I had I will have to leave here because life is too too hard and a lot of money for rents for for students' payments It's not easy It's not easy our life here You want to go home You want to roll the day when everything was was good and you have a peace life Her life is perfect I think for a child but she still wants to go home We can do it you know We want to go home If Odessa still still will be Ukrainian city We go home and the war will end What for? For victory? For victory We want to 战争打了 两年多之后 整个难民的总数 是1017.5万人的难民 而逃去海外的是 648万6千人 我们刚刚看到 他们在美国的处境 在德国的处境 好一点 在其他国家的处境 更糟 怎么会那么刚好 就是相继 拿出身份证 健保卡 和相关的卡片 每一张都保存得很好 75岁的女性老翁死亡 妓女保留这些 也想让继父入土为安 却卡在一些流程 让他没办法完成 他这都准备好了 对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拿出老翁生前天天 戴在手上的手表 连照片也洗出来 但这些什么时候 才能用到呢 他之前是跟我妈妈 有结过婚 他后来又离婚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是 等于是属于妈妈的同居人 那我跟她的关系是 就是没有什么关系 她是年前继父 算 对对对对 如果以法律上的关系 是这样子 没错了 蔡欣女子表示 自己的母亲带着她 改嫁给女性继父 但后来两人因为债务问题 选择离婚 不过三个人还是住在一起 也相处何乐 不过母亲去年11月底却过世 女性继父也在一个礼拜后 往生 妓女想要处理 但因为没有开出死亡证明 后续所有流程都卡关 经过了解 女性男子有90多岁的姐姐 但因为血缘上有关系的家属 没有接手处理 导致真的想帮忙的前妓女 无法处理后事 现在也只希望检察官开出死亡证明 让老翁走完最后一段路 TV的新闻 施血员陈嘉童 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老板熟练的单手打蛋 将铁碗里20颗蛋液拌匀之后 倒入热好的油锅开始拌炒 因为量多火候拌炒速度都要控制好 最后加入灵魂酱料 用酱油稍微调味 炒鸡蛋铺上白饭 每一口都是满满蛋香 很香的 怎么说 就有猪油的味道 然后还有酱油 它的饭很粒粒分明 然后它的蛋有加一个酱油 就也很好吃这样 只有在斗铁看到而已 好 外面在就是蛋炒饭 对 不然就是可能煎蛋炒蛋 另外饭是另外白饭 单饭这一位是云林斗六人 从小吃到大的平价美食 甚至还有人特别从其他乡镇跑来买 因为我不住这里 你不住 我住戈壁镇 隔壁镇特别跑来这里买 不少人表示其他地区都没有看过蛋饭 而鸡蛋跟白饭粒粒分明的口感 又不是蛋炒饭或是煎蛋炒蛋能够替代的 不过蛋饭这一道料理 其实起因是源自于父母的爱 老板说这家孩子小时候比较挑食 才会用炒鸡蛋加酱油 跟白饭拌在一块吃 没想到竟误打误撞 成为了在地特色小吃 海鲜披萨 这回下面不只是多了鲜虾 还有蟹肉棒又多了八颗超Q嫩的干杯 连锁披萨达美乐上周也宣布停卖 夏威夷海鲜披萨 18号突然重磅回归变身豪奢版 巨无霸尺寸要价1500 虽然用料大方 民众听到价钱认为买单前 真的要想象 850就可能高了一点吧 因为一个家庭主妇来讲 好吧要卖680吧 850可能要再考虑一下 20块每 参加尔曾经被称为叫西方的民主堡垒 但现在所有的民主堡垒都出现问题了 原来的执政党民怨很严重 但事实上赛尔加尔正是全世界 现在崛起最快的经济体 因为他找到了石油跟天然气 还变成石油跟天然气的生产国 所以他很可能会脱离贫穷 可是这个脱离贫穷的过程当中 是谁受益 年轻人能不能在里头受益 都是问题 二月的时候依照宪法 他应该举行总统大选 结果执政党觉得对自己不利 不断地延后 三月二十四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 才要举行总统大选 于是民众抗争不断 Bloomberg说 三年加尔将选出一位新领导人 来监督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新兴的石油及天然气的生产国 而该国的宪法委员会则裁定 本来执政党所做的延后大选是违宪 但是并没有对总统给予处置 只要求他们尽快择棋举行 也就是在三月二十四号 终于在数周动荡后 塞内加尔政府宣布 于三月二十四号举行总统大选 塞内加尔是非洲少数 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的国家 处于邻国玛丽布吉纳法索 和几内亚政变动荡包围下 塞内加尔三度和平转移政权 被视为是西非最稳定的民主堡垒 还将成为西非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 预估2024年经济成长为8.8% 但近期塞内加尔深陷数十年来 最紧张的政治局势 国际对塞内加尔的政治动荡 纷纷表达担忧 就怕西非民主堡垒地位不保 更增添区域动荡 萨尔在2012年2月的总统大选胜出 同年4月就职 当时塞内加尔总统任期为7年 2016年的修宪公投 将总统任期缩短为5年 并仅限连任一次 2019年胜选连任的萨尔 第二任期于2024年4月2号期慢 萨尔认为修宪后应重算任期限制 审认自己依法有资格再挑战一次总统大位 批评者谴责萨尔恋战权威 威胁塞内加尔民主 国内和旅外的塞内加尔人都发起抗议 反对萨尔三度参选 根据宪法 萨尔是不得连续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 2023年7月 萨尔宣布不会参加2024大选 角逐连任 但选举争议依旧没有平息 主要反对派人物被监禁或被排除在 竞选总统的合格候选人名单之外 引发质疑审核候选人名单的正当性 萨尔算是下令掩活大选 在萨尔任职期间 塞内加尔经济稳定成长 过去10年GDP年均从170亿美元飙升至270亿美元 但失业率居高不下超过22% 对年轻人的影响尤其严重 失败失望沮丧 这些是街头经常出现的标语 年轻人对萨尔领导下的政部越来越不满 连带影响萨尔清点的接班人 塞内加尔总理阿玛杜巴的人气 眼看阿玛杜巴在总统大选胜出的机会越来越小 执政党考虑寻找替代人选 而这批因缺乏就业机会 而感到沮丧的年轻族群 支持的是最有望挑战总统大位的反对党领袖 但桑科并未登上最终版的合格总统候选人名单 宪法委员会表示 因为桑科没有提交资金证明 未答审核要求 桑科转而支持同党第二把手费爷参选 分析认为费爷应可击败阿玛杜巴赢得总统大选 这里的格数都会对应说这里面有几张签嘛 然后呢就是大奖通常都是公仔 然后公仔的签数就会比较少 比如说像这一支 A他就只有三张 然后B就只有两张 这就是源自于日本的一番赏 大多都是以知名动画为主题 例如七龙珠海贼网等等 每一套都有专属编码 不同英文编号对应到不同奖品 只要花三到四百元就能筹一支签 那签盒在这边 可以对一下签吗 那他这边就有显示居赏 所以我得奖居赏就是可以抽到这个杯子 虽然无缘高价公仔大奖 不过就是主打每抽必有奖 让消费者都想一试再试 抽完后店员会再把签纸贴上去纸板 意思告诉客人剩下几张签 奖品还有多少 消费者要保护自己的话 就是要对好签码跟数钱 就是这些空白的都要在盒子里面 就是都还在盒子里面 然后你盒子里面 它有多少抽你就要把它数出来 因为一番赏常发生争议 为了避免被消费者认为藏签作弊 除了配合录影外 有些业者绝不卖混套 会有混套的就可能就是 他这一套的大奖 像这里的就是大奖已经很少了 就都已经抽完了 但是小奖还剩下很多 然后他就把这边小奖剩下的这几个签 都挪到这一盒的签盒里面 让你的签变多 但你的大奖机率就会降低 若消费者认为购买过程中被误导 或店家不老实 都可以向消保官安公平交易委员会 以及警方来举发 如果查证属实 可能会涉嫌诈期 或是损害赔偿责任 毕竟抽奖的乐趣就在于不确定性的刺激 失了公平的游戏 谁想玩 TVBS新闻成员 毕竟一日之际在于晨吃饱很重要 而民众仔细算算 跟以前比光在吃早餐支出还要更多 本来是90 加一层服务会99 现在是变成120 再加一层服务会132 这个餐点搭一个饮料也要五六十块 现在物价涨台北早餐一顿至少一百元 跑不掉贵了二十到三十元 连锁超商看准早餐经济 根据统计早餐外食人口 多达一千一百万人 加上生活习惯的改变 每年持续成长两成左右 搭上国际早餐日 全台四大超商推出超值组合配 只要四十九元就可以吃饱 全家为例多达两百多款的商品 让民众自由选 靠抽iPhone活动 希望增加买气 Seven则是在咖啡的部分 值得品项第二件半价 再来莱尔夫OK超商 同样也是同半价组合 我们也有观察到 其实因应消费者的生活习惯转变 那蛮多的消费者 他可能是睡得比较晚 也起得比较晚 那整体可能很多人 就是早餐午餐一起吃了 业者除了超值组合 还搭配节日优惠 刺激早餐买气 TB的新闻顾手 创丰青铺王思纯台南台北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BBS新闻网APP 油香压入汤汁 再撒上菊花瓣葱花 今年口号搭配士气 要吸引消费者注意 来自大陆重庆的重要川菜 酸菜 文件事报永远不放弃的是对全球脑海的关注 最近全世界最重要的组织是世界气象组织 发布了2023年的全球气候状况的报告 2023年多项气候变化的指标都创下了记录 里头包括全球温室气体的浓度 地表的温度 海洋的热量 以及酸化 海平面上升 南极海冰面积和冰川消融等多项的气候变化指标 都创下了记录 报告说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全球地表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准 居然高出了1.45摄氏度 所以就是升温的非常的快 而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碳 一氧都这三项主要的温室气体的浓度 在2022年都创纪录的水准继续上升 全球脑海根本没有因为巴黎协议 而使得这些温室气体的释放下降下来 接着来看一下在越南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崛起的新的经济生产地 目前它就发生了海水倒灌的问题 因为海平面上升 整个湄公河三角洲每年农损29.4亿美元 还有一件事情是跟全球脑海有关 欧洲过去是反核的重镇 而反核数十年之后 现在很多欧洲的领导人根据彭博士的报道 他们开始改推新一代的核能 但是他们说整个所有技术的开发跟这个觉醒已经为时太晚 谢谢你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之宝 文献的世界之宝 欧洲版明天见 拜拜 在一只乎乎三菜鱼上 撒上植花瓣 来自大陆的明菜 如今台湾的世界之宝